公布對閻鴨廷有信心嗎 才剛下球車 立刻貼牆躲鏡頭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二十八號一早來到北院 準備召開閻鴨廷 北院排定上午九點開始月券 確認獻月方式後 下午兩點正式開庭 在這幹嘛 收受威京賄賂的印小薇 被檢方認為有串滅症之餘 閻鴨廷上週率先登場 過程耗時一小時二十分鐘 可以說非常迅速 另外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則是被檢方認為 對於威京集團員工 有實質影響力 也有串供之餘 閻鴨廷一開就是三個多小時 刷新精華塵案記錄 而兩人究竟嚴不閻鴨 二十八號下午見真章 和彭真聲一樣 柯文哲閻鴨理由 也被認為和其他被告公訴不一 加上橘子現在不願回台 還是有串滅症之餘 北院也定調 柯文哲二十九號先進行律師月券 三十一號再開閻鴨廷 法界更分析 二十八號印小薇和審刑金 延壓結果出爐後 將大大影響柯文哲 能否走出看守所 如果印小薇跟神經經被延壓的話 更顯示還有一些犯罪事實 以及金流有待釐清 所以柯文哲跟著被延壓成功的機率 也是非常高的 金黃塵案進入關鍵一周 想效法無順明交保走出北院 其他在押被告繃緊神經 這場法律攻防戰有不能輸的壓力 相信訊息人的徐趙薇 由他演示範小組 他會報導